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感受的更低 而且空调的风口还对着沙发 卫英差点就给冷到打喷嚏 怕朝鲜人硬生生憋住了 站到沙发前 才发现某人都冷到微微发抖了 双手环抱着自己的手臂 但这人似乎睡得很不安稳 眉心紧促着 而且越锁越紧 都快拧成了一个穿字 是梦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神识鬼差的 卫英不由自主的蹲了下来 微凉的指尖俯上人的眉心 细细的按压着 想抹去她的烦恼 不知道是闻到她的味道 还是感受到了她的体温 蓝战慢慢的就松懈了下来 眉心也逐渐舒展开了 卫英正盯着人出神的卫英 冷不丁被人叫了一声 一紧张 手指条件反射的就缩了回去 惊魂过后 才发现原来人是在睡梦中 所以 他梦中的人是我 我让他这么烦恼 这认知可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呀 卫英 卫英的手指挪开后 某人像感受到了 眉心又皱了回去 不要走 卫英 便离开我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错了 蓝战断断续续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因为今天的事情 蓝战自责 所以才做的噩梦 但 不至于吧 就算是夫妻之间也会有正常的吵架 为了这一点小事 就愁成这样 那他是如何管理那么大一家公司的 公司每天的烦心事可不止这一点 卫英突然觉得 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了解了 卫英 是我错了 你别离开我 呢喃的声音越来越大声 慢慢的变成了哽咽 就这月光 卫英看到他眼角处 有一滴晶莹的东西滑落哭了 随着眼泪滴落 卫英的心脏也抽痛了一下 也许他是想起了离开的前女友 这样的话 就说得通了 可是 他为何叫我的名字 头好疼 卫英拍了拍额头 决定不想了 他把怀里抱着的被子 轻手轻脚地盖到那人的身上 本想着弄完就走人 结果却在把被子拉到他胸前的时候 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 蓝湛的手掌很冰 冷到入心 卫英打了个寒颤 卫英 你原谅我好不好 不要不记得我 哽咽的声音中带着忧伤 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苦苦哀求大人别放弃他 不要不记得我 他说过我们之前认识 他说我长得像他之前的爱人 可是 正当卫英被人的话绕得越来越迷糊的时候 睡梦中的人得寸进尺 抓住人手腕的手掌用力一扯 把人扯进了怀里 双臂紧紧顾着人不放 卫英 我爱你 如果前面的话 只是让卫英迷惑的话 这句话则在卫英的脑中炸开了花 他说 他爱我 等等 那他的前女友算什么 他爱上了一个替身 而那个替身是我 见一个爱一个 我才不要做别人的替身呢 你这个 混蛋 卫英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把这个他认为的混蛋用力推开 然后 蓝战终于睁开了眼睛 然后 蓝战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他梦中的人就站在身旁 但 表情 好像是 气呼呼的 满脸的厌恶 像在看渣男 蓝战有点头晕 他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因为梦中的卫英也是生气的 这是真的卫英吗 卫英 蓝战是叹性的叫了声 虽然卫英很不想理他 但看人好像又有点可怜 叫什么叫 你没事睡什么沙发 房间是怎么回事 房间 蓝战低头想了想 终于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了 哦 房间 那个在装修 装修 为什么要装修 你之前不是说这是新房子吗 才入住几天呀 有装修 卫英被他搞晕了 有钱都没地方花了是吧 是新房子 但是风水师说那个房间 缺水 所以得重新加个浴室 幸好没开灯 要不这么扯淡的话说出来 就算是蓝战这样的面贪恋 也很难做到面不改色呀 果然 卫英也觉得这理由 真是够让人匪夷所思的了 他只听说过人五行缺水 所以取名的时候 最好是带水的 房间也有缺着玩意 哪国的风水师 呀 我问你找的是 那个国家的风水师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房间也缺水的 哦 那是我母亲找的 因为公司最近麻烦是比较多 他比较信这个 所以就找人看了 不管了 妈 对不起了 实在是你家媳妇太难搞了 蓝战之前也没想过这个理由 临时找了个挡箭的 既然是长辈提出的 卫英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 说白了 自己就是个租客 不用给房租的那种 有什么资格管人家想怎么装修 而且装修的又不是你的房间 但总不能一直睡沙发吧 看着怪让人可怜的 再说自己也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那 要装修多久 装修很快 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好了 那还好 一个星期眨眼就过去了 但是 蓝战抬头瞄了人一眼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但是什么 装修完了 至少要过三个月才能用 也不能住 说是对身体不好 而且那些装修材料 也要等通风一段时间才安全 三个月 睡三个月的沙发 以蓝总对床垫的高要求来看 一个星期已经是极限 蓝总 你家这么有钱 难道只有一套房子吗 你之前不是有别墅吗 有呀 怎么了 你搬回家去住三个月不就得了吗 那你呢 我 卫英指着自己 觉得对方是不是没睡醒 脑子都不好使了 我房间又没装修 我就在这住呀 不行 蓝战想都不用想 就否定了 这样的话 自己不是白装修了 没事找事干 为什么不行 因为 那个别墅不在我名下 是我前爱人的 他 走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回去了 现在更不可能回去 要的人都在面前了 还回去干什么 靠 还真大方 别说说送就送 做现任的还不如做前任的 哦 不对 自己可是连信任都不是 卫英自嘲一声 请不吝点赞 颜色 颁勇索 领色 领色